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下午的2点45分要去到一个地方来拍摄 大家心照不宣 马席二会要来了 所以现在所有的媒体们也都在等候着 这个人民大会堂 在下午的4点钟 马席二会就会登场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朱立伦也有对外讲 这会秉持2015年马席会的论调 那当然在中国大陆是叫席马会 就是双方的领导人再次的见面 而现在这个时空 这个马英九已经变成了前总统了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见面 当然还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见面 会选在人民大会堂的什么厅呢 也变成了一个讨论的焦点 会是台湾厅吗 因为前几天绿营的人讲说 台湾厅就含着这个统战的这个意思 就把我们台湾这个纳入中国的一个省 所以就绿营的人就在那边跳脚 那我们看看这个亮哥的讲法 有人传说是台湾厅 他说台湾厅有点尴尬 因为马英九总要讲一点 九二构式的内涵是什么 不然回台湾要怎么交代 绿营也一定会大作文章 所以有人讲说 说不定不是台湾厅 可能会选在福建厅 因为习近平习惯在福建厅这边 接待台湾的客人 包含像是这个连战 吴伯雄 朱立伦 洪秀柱这些人 访问北京的时候 都是在福建厅这边 跟习近平进行会晤的 那会不会也在福建厅举行 还是会改在台湾厅呢 这其实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关注点 那马锡二会当然绿营 这是坐不住的 绿营立刻要跳出来讲说 这个时间点是中共刻意安排的呀 在他们看来 他们讲说 这是中国大陆 针对美国而来 当台湾跟民主国家 同一阵线的时候 马英九却去跟中国同一阵线 给外界这样的解读 真的好吗 那周瑞雄讲完 洪生汉也说 很显然习近平就是明明白白 把马英九当成一个样板棋子 来对抗国际民主联盟 连一点点尊重 一点点遮掩都懒 王定宇也说 马英九甘于扮演中共的棋子 此次听任中共安排访问 为了要见上习近平 不惜自己打脸 自己揣测瞎边 那大家观察到 会通常会出来喊的 都是这几个人 有没有 都是绿营的这几个 抗中保台 然后实际上可能做的事情 不见得很多 但是 这抗中旗帜很鲜明 他们当然在这个 他们的政坛上面 就靠抗中一张牌 就可以赚取他们的选票 所以通常都是这些人 都是跳在前头来讲 那庄瑞熊 最近也是传出 有可能会入阁 是不是要赶快积极出来 说一番话呢 那事实上是像他们这样子讲嘛 我们知道这两天 也有看到中国大陆 都在这个微博上面 有一个热搜的词条 就叫做 龙年龙月龙日 是哪一天呢 其实就是今天 是不是选在今天 我们同样都是龙的传人 然后这样子 马席二会 这样更别具意义 所以是不是 人家的考量点是很深远的 然后这个民进党的人 考量点都只是 我赶快出来赚选票 这个高下立判嘛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记者的 这个场外的一些观察 他们说这一次 看到马英九登陆 不卑不亢的 陈述中华民国的史观 其实在此行 他到访了 孙中山先生的故居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 还有黄埔军校的旧址 马英九也是多次情绪激动 表达对于抛头颅 撒热血 革命精神的敬畏跟推崇 那从年代上面来看 他说黄花岗烈士之墓 其实没有中共的党员 那马的论述 就是集中在113年前 国父孙中山先生 领导同盟会 在黄花岗起义 才有后来推翻 清朝这个政府 满清政府 那创建民国 结束了几千年 君主专制的一些 这个辛亥革命 这个说法强调的就是 中华民国的由来 那再来看到苏立文 也提到了 他说因为现在台湾 也变成了一个南海焦点 就是在这个印太战略 第一岛链当中 我们扮演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苏立文讲说 我们的方法就是 阻止就是要确保台湾有事 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在整个印太寻求 与日本寻求的是一致的 在台湾的问题上面 要采取一切的可能措施来保护 台海两岸的和平跟稳定 也就是说不要发生战争 那现在目前 这个美国英国的外长 在华府会谈 他们也是重申 要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布林肯提到 现在要确保台湾海峡 以及南海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当中国大陆采取 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时候 而非市场手段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起身来对抗 那美国的印太司令 这个阿基里诺 他讲说 这个现在在南海这边 中国大陆针对菲律宾 这个南海这边的行动 特别是第二汤马斯浅滩 就是中国大陆称 仁爱滩的这个行动 他说这是非法的危险的 而且会破坏地区的稳定 美国之音甚至还提到说 北京在南海跟多国的 领土主权的争议 与马林拉在这个 南海争议的海域对峙 摩擦也有越来越烈之势 那杜特利跟中国大陆 难道真的有秘密协议吗 我们看到今天 心头壳绿媒的一个报道 他讲说杜特利揭露了 这个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之间 关于仁爱礁有一项协定 就是准许向搁浅在仁爱礁的船 只运送食物跟水 但不允许运送建筑材料 这个宣誓引起了 这个菲律宾国防部长的担忧 然后他就说 叫大家不要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也不算新闻 这之前我们大家都 都有听过有这样子的协议 但是菲律宾是不是觉得说 现在他们想要翻盘 不要认这件事情 所以叫大家不要讨论呢 那菲国现在积极在拉拢 这个三个国家 一起来这个南海演习 中国大陆的专家就讲说你是狐家虎 你拉着这个美国 拉着日本甚至澳洲 一起在这边南海进行演习 那感觉上面不是找到靠山 反而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那另外看看这个环球网提到的 四国南海的军演 中国大陆怎么看呢 美日澳飞在7号的时候举行联合的海上演习 也对外来展现强化南海地区的军事合作意图 那也为着即将到来 其实就是马上岸田要访问美国嘛 美日飞三国的这个领袖峰会 是不是为了造势预热 所以才需要先演习一番呢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永明姐怎么看这一次这个马席二会 下午4点钟 现在大家都屏息一旦 对这个马席二会 这事前可以说这个消息保密到家了 大家猜来猜去 其实昨天一度很安静 几乎没有讨论 甚至大家都在心里预想说 是不是要做出可能不会会的 这种心理准备 可是又觉得说可能吗 如果真的没有会 那马英九干嘛一定要去北京呢 所以就在相当反反复复思索的过程中 突然嘣又横空出师 就好像马英九突然宣布说 他要二访大陆了 这样子的突兀的情况下呢 就立刻发生在今天 那我觉得民进党有很多奇特的揣测 我为什么特别说奇特呢 因为他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他们认为说本来说是8号 结果改到今天4月10号 目的好像说是冲着美日峰会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跟岸田文雄首相要见面的事情 可是不合理 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台湾这边的时差 是有12个小时的时差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算 是10号还是11号 你的从新闻角度什么角度都不合理 那什么最合理呢 就是今天这个日子是龙年龙月龙日 很吉祥的日子 那当然这个吉祥在整个中华文化的传统呢 特别是如果有信奉佛教拜观信菩萨的 今天是一个你拜什么呢 在民俗上都认为说会灵验的日子 那再怎么说 从象征意义上 对中华民族蛮久一再的强调的炎黄子孙来讲 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吉祥的象征 我觉得如果从外传的8号 到真的是中途有一个思考 到今天10号 我觉得这个龙年龙月龙日的考虑 应该是大过很多的部分 那这个做法 其实我认为是很善意的呼应这次 马英九的文化认同的一个诉求 因为马英九这次 他去 他第一个在政治的领域里面 他九二共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九二共识里面 他有没有像绿营一再恐吓的 扣红帽子的说 他有可能要让步呢 并没有 因为很简单 他用一个 这个虽然不是很直接的方式 可是他一再的表达呢 就是今天我们标题里面 也有讲的中华民国的史观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 孙中山不算是他们的国父 可是对台湾来说 中华民国来说 我们才会称国父孙中山 那这一点 马英九在去国父的故居 还有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 他都一再的讲国父孙中山 那这个很明显的你的国父 他建的是什么国 就是中华民国 那他这一点 就算你在文化深度认同 这个炎黄子孙 历史的渊源 他自己的马氏祖宗 马元木等等 你都认为我们同文同种 可是你在九二共识背后 台湾要讲的一中各表的内涵 马英九还是相当明确的阐释了 而在这里面 他又同时呼应了 所谓两岸一家亲的一个大陆 也普遍能接受的诉求 因为两岸一家亲 是一种观念 是一个态度 可是马英九深化了两岸一家亲 从继那个皇帝林开始 就直接明白的宣誓说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血脉 我们来自同一个祖村 祖先 我们来自同样的血缘 我们承袭同样的文化传统 所以两岸共同追求和平 是我们民族的药物 不需要其他的人来干涉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不认为会有矮话的问题 至于说什么听的问题 我相信九年前马席议会的时候 习近平那时候就是领导人了 那马英九还是总统的时刻 都愿意在困难重重相对 对等的情况下 习近平都愿意拍板 接受很多马英九方的要求 他断没有在这一次 刻意去矮化马英九的道理 好 来请教严老师 我觉得第一个 福建庭跟台湾庭 我不晓得差别在哪 当然惯例就是福建庭 如果台湾庭当然穿小鞋 但是福建庭难道不会说 台湾变成了福建的 传统清朝时代的一部分了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 各自解读了要说话 真的是什么话都可以说 我自己就说 我们学术的访问团 在大陆去访问的时候 也是在福建庭 跟当时的国台办的人见面 我想这个福建庭是很自然 所以上一次在新加坡 这一次在北京 我觉得身份不一样了 所以福建庭我觉得 没什么矮化不矮化的问题 对方是国家元首 我们是前任 就是说其实讲起来 已经不是很对等 就是一个是前任的 一个是现任的 但是规格大概 我觉得如果是同样的规格 那就已经是非常理喻了 我觉得这一点 我想我们要先认识到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马英九在大陆上面 他所谈的东西 虽然不见得被中央电视台报道 但是他讲的话 从来没有被大陆给封杀掉 他讲很多东西 包括刚才永平讲的民国的东西 他都可以自由自在讲 我们的记者也做了很多的画面 包括提到来自好像文山区 来自台湾高雄 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讲 中华民国都可以讲的话 其实你民进党在这个上面 在做文章是很没有意义的 然后又同样我还是会讲个 就说今天如果民进党认为说 在这个时间点 好像跟美国 我们这边是搞民主 他怎么去跟威权的人碰面 那叶伦也在跟威权的人碰面 就美国的 他接下来还有一排人 还有一排人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 没事不要乱讲话好吗 因为一讲话的时候 你就是打翻了一排人 然后你是不是也要去谴责美国 这些包括下面布林肯也要去了 你难道就是要把全世界 就是说都变成只要不民主国家 都是跟北韩一样 最好不要大家都把它孤立了 完全不能见面吗 我觉得这一点 那我们自己 对不起 我们自己有邦交国 那个领导人也不是很民主的 我们见面会不会也说 我们在搞民主怎么为什么 那要不要批判一下自己 说为什么我们还跟威权的领导人见面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你台湾已经邦交国不多 台湾已经外交受到很多困境 不要没事跟着美国乱划分这些东西 划分没有意义 因为对我们自己实际上面 真的是没有好处 好 李嘉建长 我们看也就是日前 美国 日本 澳洲 以及菲律宾所进行的操演 他们操演的海域到底是在哪里 他们操演的海域在巴拉望岛的西侧 然后他们要一直往北走 然后走到旅宋岛这边 然后但是实际上以我们录影的此刻来讲 已经结束了 他们主要的针对的对象是什么 除了刚刚讲到的仁爱交之外 另外也就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 后藤交的这个部分 仁爱交跟后藤交 其实它的距离非常近 我们来看也就是说 这个是我美国的国防部 他所提出的一个联合声明 他在这个联合声明里面 他讲到了几件事 他也就是说美菲的这个区域 是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海域 其实我们现在讲专属经济海域 而且如果我们看菲律宾他的讲法 他的说法也就是在巴拉望岛的 就是说后藤交的部分 在巴拉望岛的以西128海域的部分 位于这个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里面 他所要强调的 也就是菲律宾在南海的 专属经济区的这个深所 不过我们想一想 也就是1982年 所通过的国际海洋法 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现在所讲到的南海问题 那南海问题如果说大家要翻历史的话 事实上17世纪 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朝的正成 不是正成功是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他就有相关的海图 是不是就证明了当时我们中国 对于南海的一个经营 那只是因为当时从在八年抗战之后 然后又经过了国共内战 没有办法继续的好好的经营 这个南海 所以才导致今天的这成果 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军演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菲律宾到澳大利亚到日本 然后到美国的军舰 排成我们海军叫做单纵队 我们看到这样子感觉雄壮威武 事实上是吗 我们来看看他们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船 他派出来的就是我们台湾很多网友 很嫌恶的独立级的冰海战斗舰 那这个日本所派出来的 事实上是最大的一艘 6200吨 那我们再来看菲律宾派的 他当然派的也是类似神盾舰 3600吨 但是菲律宾 菲律宾说派了两艘 一艘是这个只有2600吨 但是他其实他才下水没几年 很新的一艘船 是韩国帮忙打造的 这个就是演习吗 这个根本不是演习 这只是大家在海上逛逛 我们怎么说 我拿出一张对照表 我们看到2023年 也就是去年6月9号 美日法国 加拿大 这个在哪里 这在菲律宾海的操演 这才叫做演习 他们那四艘根本只是巡异而已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光庄就忙回来